吃饺女孩正在逃命 她一边挥舞司机引起村民注意 一边还不断回头查看人贩子动向 就在离村口还有一百米时 高加索山脉恶名远洋的毒贩追了上来 他们相依一头头恶狼般直捧女孩 关键时刻 女孩的弟弟听见呼喊 从家中跑了出来 她一把抱住了姐姐护在身后 但毒贩根本没把她当回事 一拳就把她打得口头鲜血 旁边的洛塞胡见她不再反抗 抓起姐姐就要带走 着急的弟弟一怒 从背后逃出了一把匕首 割伤了毒贩 这下完了 毒贩对着弟弟就是两枪 其他人一看闹出了人命 担心村民报复 当即离开了现场 看着自家的儿子惨死 父亲杜勒赶紧报警 可当地警方早被毒贩贿赂 加上他们是境外集团 政府不光不管还威胁了杜勒一番 本打算这事就算了 到了晚上杜勒越想越气 就找到老父亲说明了情况 没想到年近八十的老头当场就怒了 不铲除这帮毒瘤 下面的子孙万代 要无止尽地生活在这种屈辱中 于是老父亲让杜勒变卖家产 去到莫斯科 他曾在车臣战争中 帮助过一个中卫一万 那人现在是俄罗斯情报局的重要官员 只要找到此人就能以绝后患 根据杜勒的描述 俄罗斯情报局很快锁定了这支贩毒集团 但因为他们的老巢在境外 抓不起来相当困难 除非有人愿意越境 引蛇出洞 目前来看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安德烈 他曾是情报局的顶级特工 多年前 带队深入高家所执行任务 因为组织内出现叛徒 战友为了掩护他撤退 全部战子 从那以后 安德烈一直为走出阴影 因此选择了退役 伊万知道安德烈不会轻易出山 于是带着杜勒提供的视频找到了他 那帮毒贩在当地大肆屠杀平民 并且用人体运毒 最重要的是听说毒贩中 有当年出卖他们的叛徒 安德烈听完瞬间怒火中烧 不找到此人事不罢休 他当即答应了下来 但杜勒毕竟是农民手里的钱又不够 情报局又不方便以官方名义批经费 所以安德烈只能自己筹建雇佣兵小队 以防队伍中再出现叛徒 市面上的人他一个也不用 而是把曾经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全部拉拢了过来 这些人里有公务员 有入殓师 有妻管员 有酒店保安等 但不管身份如何 一听说要成恶扬善 他们纷纷加入进来 于是依之由安德烈率领的 七人雇佣兵小队就组成了 根据亿万的指示 他们以游客的身份进入哈萨克斯坦 然后分开行动 避开对方特工 等安全入境后和当地黑市街头 购买了一批医疗物资 炸弹 黑火药等 但到了晚上和军火商会谈时 却出现了点小状况 对方狮子大张嘴准备黑吃黑 于是安德烈假装同意 在宴火后突然翻睡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不光消灭了地下毒瘤 还白得了一批武器 随后他们乔装打扮 在边境贿赂完巡警 趁着夜色再次折返回俄罗斯 来到了杜勒的村庄 为了掩人耳末 他们在进村前详细地侦查了一番 切断沿途所有监控和路灯 还在房顶上装上信号秘密器 老父亲看着安德烈的到来非常高兴 但也未忘时刻提醒他一定要小心 这帮毒贩在村子里安插了很多眼线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他们卖了 安德烈为了揪出叛徒 第二天就故意在村里招摇过市 接近村民 还给孩子们发吃的 几个小小的举动 很快就打动了那些纯不善良的人 他们表示愿意和雇佣兵小队一起反抗毒贩 但突然一个年纪更大的长者跑来 他号召村民离开 平日里受到点压迫就算了 万一得罪了毒贩 他们又没有铲平那伙人 等雇佣兵走了 村民就惨了 大多数人只愿意苟且偷生 根本不愿意帽子对抗 看着村民四散离去 安德烈也没了主意 眼下只有打个胜仗给他们看看 鼓舞下人心才行 巧的是夜色刚暗下来 内奸就要出去报信了 为了抓住此人 大壮和小美偷偷跟了过去 但不幸因为路滑 大壮暴露了行踪 双方展开了枪战 一瞬间的功夫 枪声就传到了毒贩那边 天一亮 那帮人肯定会进村骚扰 安德烈赶紧带人在村口展开布房 他们分为三组 形成交叉火力 一组人在稻草堆上 一组人在村口 另一组由小美带领在高处狙击敌敌人 他们相约以其为号 等毒贩靠近就围而兼致 这是我见过最牛的特工 当着数十个武装分子的面 明目张胆地在一旁削起了苹果 小偷莫见他这么拽 直接拔枪 只要跪下就放他一马 安德烈见状立刻求饶 并且不断提示他千万要小心 那玩意容易走火 小偷莫见他怂了 伤嘴就笑 刚想送安德烈回家 结果下一秒就被暴头 一掌伏击一下来 除了提前进屋的小喽啰 全部被击杀 为了震慑毒贩 安德烈故意留下了他的命 让他回去报信 头目得之后气疯了 一枪毙了此人 随后带两大批武装分子 杀向了村庄 他们兵分三路 一路从村口进入 一路从侧面的树林进入 另一路由头目亲自带领 结果刚进村庄 就被直接炸飞 村口的队友听见后 立刻扔出了一枚手雷 随后的火速向后方车推 小美在时机一到 打响了第一枪 毒贩头目哪儿 将过这种场面 吓得赶紧退了回去 他让手下一股脑冲了上去 自己则跑到了村外独占 而这边安德烈 为了阻断武装分子的退路 直接炸毁他们的车 被困在树林里的毒贩 眼看无法突破狙击手的防线 干脆搬出了迫击炮 小美不幸被炸伤 好在并无大碍 不过紧跟着武装分子 就扛出了RPG 如果不是队友相救 小美就没了 武装分子见前方阻碍消失 顿时涌了上去 关键时刻 杜勒从一帮杀出 怒吼着杀光了眼前的敌人 剩下的武装分子 也在队友的配合下 逐渐被击退 整场战斗 除了小美受了惊伤 其他人都安然无恙 看着撤退下来的手下 头目直接气炸 损失了这么多人 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为了摸清安德烈的底细 头目安排了狙击手 偷偷潜入了村子 而此时杜勒正在鼓舞村民们 加入小队反抗毒贩 他狙击手里的枪大声呼喊 号召更多的人出来 但下一秒就被狙击手击中 众人以为毒贩又杀了回来 迅速展开反击 同时指挥村民撤退 在狙击手 离开了村子的最后一秒 队友一枪干掉了他 村民看着杜勒被杀 纷纷跑来驱赶安德烈一会儿 就是他们招惹的毒贩 只有老父亲依旧相信安德烈 他拿性命担保 村民这次离去 到了晚上 安德烈准备带人 突袭武装分子的窝点 一举拿下这帮废徒 没想到进去后 除了几个把分的喽啰 大部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小队也成功搅回了一大车白粉 等到他们再次回村时才发现 原来中计了 小队刚出村子就被内奸出卖 武装分子趁他们不在 挟持了杜勒一家 就等着小队刺头罗网 要不放下武器 要不就看着老头死 安德烈为了救老头子 只好投降 虽然他们知道这帮人凶残至极 但眼下也别无他发 看着武器被逐一收走 队友还被无情虐待 马苏一怒扔出匕首 刺伤了头目 但自己也被武装分子击杀 剩下的六人见大事已去 只好下规 任凭毒贩处置 随后他们被关进了地牢 头目俘虏了六个俄罗兹特工 高兴坏了 他向境外的老板邀功 结果被骂了个狗血临头 留下活口 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头目听完放下了电话 就朝着几人赶来 他往地窖里扔了两枚手雷 本以为彻底解决了安德烈 结果打开一看 里面的人早就跑了 逃出来的六人分头行动 趁着毒贩松懈之际逐一见面 小长两级的头目 也被安德烈一强毙命 不幸的是小美在搜救民房时 被毒贩偷袭 伸中树脚而亡 劫灭了毒贩 本以为这次任务就算成功了 那儿知道安德烈返回的时候 又遇见了大批武装分子向着赶来 如果就此离去 整个村子的人 必会遭到屠杀 于是安德烈调转车头赶回村子 吩咐老爷子疏散村民 自己带领手下 重新对村口展开布房 这次来的人正是境外的大老板 他不光带着数百手下 还高价聘请了一只俄罗斯雇佣兵 除了瓦格纳 还没有他们吃不掉的对手 面对实力如此强悍的对手 安德烈不光不怕 还贴近了和他打 双方交手了几个回合 发现战术如此的相近 于是隔空对骂 没想到对方一张嘴 安德烈就认出了此人 他是安德烈曾经的队友马连科 好友相见甚是欢喜 双方走出来握手言和 得知安德烈是为了村民而战 马连科立刻推出战斗 他让安德烈一定要小心 对手是境外最大的武装头目 手下众多 只为战友他只能帮到这里 剩下的路就靠你自己了 马连科带着队伍出了村子 他见到了大老板 声称自己不是对手 损失惨重 这趟活不接了 有缘江湖再见 马连科走出没多远就停下了车 安德烈小和数百名毒贩开战 简直就是一乱七十 虽然他是拿钱办事的人 但战友的情意还在 并且这帮人骚扰的是自己的国家 就算这趟买卖赔本 他也要回去支援一把 随后马连科调转车头 朝着村子而去 马连科带队袭击了毒贩的增援 一番激烈交火 毒贩被干掉一半 但马连科不幸被火箭弹击中阵亡 看着自己聘请的雇佣兵 战前叛变 大老板忍无可忍 他带着手下一股脑袋涌入村庄 为了尽快干掉安德烈 毒贩在内奸的指挥下 兵分数路 从不同方向发起进攻 安德烈小队虽然勇猛 但也很难抵挡多人进攻 本来需要卧床养伤的大壮 也强忍着疼痛 从坊间走出来加入战斗 侯林医躲避不及 重担身亡 而杜勒的小儿子 也在患难时被击中 随后另一名队友 也被毒贩从背后偷袭 看着包围自己的敌人 雇佣兵微笑着拉向了手雷 毒贩久攻不下 看着只剩四人的雇佣兵小队 大老板一怒 再次抓了村民 要不投降 要不就看着这些人被杀 有了上次的经验 安德烈这次不再莽撞 他让工程师故意唱歌 吸引毒贩注意 自己则偷偷跑到毒贩的卡车上 大老板担心自己的货物损坏 不许手下开枪 等卡车撞上了围墙停下来 大老板赶紧带人去查看 可打开车门后傻眼了 整整一车厢的炸弹 安德烈见毒贩中机 果断引爆了卡车 爆炸过后 村民一拥而上 拒接了这帮毒贩 而村口的小超市的内奸 也被村民乱滚打死 恶贯满营的大老板 最终也被安德烈一枪击毙 好了 本期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